香港地小人多, 甚至棕地都輪不到你, 莫非要去到火星找地先安落? 不過Tesla的老闆就說很快可以達成願望 因為他就有個SpaceX計劃, 宣稱十年之後就有真人登陸火星和NASA鬥快 不過火星資源少, 食的選擇就更加少 除非自己運上去, 否則就不要奢望有和牛吃 所以NASA一早設計了八個素食餐單給人 火星土壤雖然有毒種不到菜, 但科學家就說可以興建溫室自己種 那裡都不受沒有飲用和種菜的水, 最近在火星南北極同地下就發現有水 我們反而要小心火星空氣稀薄 大氣九成是二氧化碳, 氧氣就只有0.1% 由於火星是很冷的, 長年都有二氧化碳樹 我們或者可以把它轉化為固體氧, 放回大氣層 火星凍氣上來都不是人品, 比地球的南極還要凍一倍 但有些地方又很和暖, 都有21度 由於有太陽射著, 將來說不定還可以拿太陽能發電的TESLA在火星漫遊 不過很可惜, 這位老闆9月試射火箭的時候爆了 大概暫時就應該沒有人自告奮勇, 站住上去開坊了吧 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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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見